您里面请啊 一看客官这风尘仆仆的样子 外地来的吧 是 给您尝尝 我们朔州最出名的 幼玉熏鸡 我还没点菜呢 我们掌柜的说了 但凡外地来的客人呢 就送我们的幼玉熏鸡 就当给客人的见面礼 小二 我问你件事啊 这朔州城地处边境 孤悬在外 本应该是一片荒凉 为何街上如此相互繁华 而且对街上的乞丐 都是如此的关怀卑质 客官有所不知 这儿年年打仗 咱老百姓能继续过太平日子 就是因为 我们这儿有个了不起的父母官 公孙恒刺史 小二 再给我们烧锅好酒 来俩小餐 好嘞 公孙恒 难怪就连小孩都在模仿的 看来申得迷信了 客官 您慢用啊 小二 你再跟我说说这位公孙四使吧 咱们朔州公孙四使 前随年间就在此地任职 这些年 他把我们这儿整治的 成高强奸 兵强马壮 胡人每每来的 都占不到一点便宜 公孙四使 又奖励田肯 引了无数留人的 人来头 附近周县就属咱朔州 最兴旺了 我们掌柜的说了 但凡外地来的客人 都送我们的幼玉熏机 一点熏机也值不了几个钱 咱不能丢了 公孙四使的脸面吧 您说对吧 小二 我去忙了 有事您叫我啊 嗯 客官 您里边请啊 还有位子吗 传说中的护士官 这边请 竟是潜随将领 这样的人 最厌恶的 应该就是战士吧 那我该如何 说服他起兵亲王 看不 potsasters một searching 幸福 阿栋 师父 真的是你啊 我原来看到一个人 长得很像你 便跟了过来 说明我们师徒二人有缘 饿了 走 师父带你吃吃好吃的 好 我就知道我师父是我命里的活菩萨 有了你就有了一切 对了 师父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投奔地方官 就像幽州那样 对其小以大意 让他起病 幽州乃是我阿爷的心腹之地 守将上心存不归 这公孙衡乃是前朝旧教 凭什么要帮我呢 这世上 已经没有人值得信任了 师父 那阿豆呢 阿豆值得你信任吗 值得 阿豆 这些时日我好像老成了很多 不去信任别人的感觉 比被别人骗的感觉 更加骨骚 师父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你最好永远不明白 走吧 师父带你去吃好吃的 吃完之后 我带你去烁州最穷的地方 师父教你第一堂课 获取情报 号 曹 復我